南风镇,绰号小棠,人称都市小飞侠 常常驾着人羽在街头奔驰 为了无障碍空间,在台北市登播、考察、监督、行政院部门 为的就是让台北市街头更自由、更加友善 除了都市小飞侠,小棠还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自由空间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导盲砖及无障碍步道都是唐峰镇所推动 很多人不懂为什么需要推动无障碍空间 等到有一天,人们需要推着娃娃车上街,坐轮椅待步 自然就会明白通用设计适合所有人的好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